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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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姚說好的iPhoneG 開箱文 剛買來的時候就已經被 電源拆開幫我過了 所以我只好自己再 塞回去 那iPhone7的開箱文就是正式開始這樣 那一打開其實就是我們的手機了 這個是iPhone7 給大家稍微看一下就是它的外觀 我選的是金色 這一次出的鑰匙黑 數量真的非常稀少 所以要搶到是一件不簡單的事 網路上聽說已經喊價喊到八萬八了 我當天去搶的時候 我六點起來排隊 店家只有一支玫瑰金 跟一支金色 那我覺得我能買到已經算是非常幸運了 就不要求太多了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箱子裡面還有什麼 這個是說明書 其實說明書它也有做改版 歷代的iPhone的話 它的說明書是 是這樣子翻開的 那它這次改成就是 直接這樣抽出來就可以了 好然後箱子裡面還有一個 轉接頭 對這個充電用的 然後接下來是耳機 好啦那iPhone7 它其實還是有耳機 只是說它沒有耳機孔 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就是它的底部這邊 本來有一個耳機孔 大概在這個位置 可是現在它把這個孔直接去掉了 那去掉之後 你說要用耳機聽怎麼辦 有兩個辦法 第一就是它 大家有沒有看到背面這邊 有一個轉接的 它直接把你的耳機跟充電孔 用同一個洞 然後去接耳機這樣 第二個辦法 就是買下個月底會上市的 AirPods 到時候會不會有開箱文 就再看看這樣子 好然後箱子裡面最後一樣東西 就是我們最基本的 轉圖線 iPhone7 Plus 它多了一個雙鏡頭 好那這個雙鏡頭的話 其實就是減少一些 攝影上的動態模糊 還有一些光的感測 就是有去做修正 好的首先我們看到的是 iPhone7 Plus的攝影畫質 那大家可以看到說 我在拍的對象 就是那隻鳥 它可以說是非常非常清楚 連身上有幾根羽毛 都看得很清楚 邊緣那邊的話 它可能就是會稍微 模糊一點點 就是聚焦全部放在鳥身上 這個是 iPhone7 Plus的 1200萬後鏡頭 接下來我們看到 iPhone6 Plus的 800萬像素後鏡頭 其實眼睛立的人 就已經看得出來 兩個的差異了 那如果看不出來 沒關係我們把兩個 畫面拉出來 給大家比較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畫面上左邊的 7 Plus 畫質是清晰很多 色彩看起來也比較飽和 也減少了很多動態模糊的發生 所以我覺得 7 Plus這次在鏡頭上的設計 可以說是非常成功 好的各位觀眾 大家看到畫面上 這個是iPhone7 Plus的相機 那大家可以看到說 中間下面那邊 有一個移叉有沒有 那個就是我們的焦距 對那它現在最大 就是可以放到10倍 越放大的話 它畫面上的白點會 越來越多 然後可能就會變膜 這樣子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iPhone7 Plus的 前置鏡頭 由原本的 500萬畫素 這一次 升級到了 700萬畫素了 大家可以看到畫面上 其實是非常非常清楚 所以女生自拍的話呢 也沒有說 看起來會糊糊的 或是畫質差的困擾了 拍起來大概像 這樣吧 好啦 iPhone7的Home鍵呢 它本來是這一顆 按下去 就是有一粒按下去的感覺 可是我現在如果是 按下去的話 我不知道怎麼講欸 就是整台機器都有 按下去的感覺 就是它這一顆 其實已經 我到底在講什麼 天啊 希望你們能明白我要表達什麼 外觀大部分的話 是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就顏色多了一個鑰匙黑 這樣子而已 啊還有一點就是 這次iPhone7在 顯示器上面 就是螢幕 也做了很大的升級 就是它搭配了更多的色彩 然後讓你的螢幕看起來 可以更鮮豔一點點 我不知道你們這樣看不看得出來 可是因為我剛換手機而已 那個差異我感覺出來 而且可以說是非常明顯 那畫面錄製的部分 基本上是沒有差異的 大家可以看到 左邊的iPhone7 Plus 跟右邊的iPhone6 Plus 基本上是 一模一樣 完全沒有差異 那這次的開箱 就分享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給我一個喜歡 如果你想要看我更多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喔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